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呃 不要让 同工同酬 这四个字 不要侮辱同工同酬 这四个字 就有的有一些团体 那就是一些黑中介 黑中介操作的一种手段 操作的一种手段 啊 蒙羞或者说不要侮辱 他是在侮辱啊 黑中介操作的手材是在侮辱 侮辱同工同酬啊 那么这个 啊这个同工同酬 他是可以说是 啊 我们几个举个范例啊 举个范例 他这个同工同酬就是他 他以30元 每小时 啊 一个小时工的工价 啊 对外宣称摇人 摇过去了 摇了好多人过去啊 摇人 摇人摇过去了 摇过去了之后 他要告诉 要跟你说啊 那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同工同酬 什么 你这个小时工 30元每小时 是不能直接拿到的 你要和正式工 正式工一样的工价 啊 17块5嘛 或者我们叫17 每小时 17块5每小时 那么 17块5每小时 而且 就说你要干满7天 啊 那中间这个差价呢 你就30块钱每小时的话 他如果是拼命加班的话 啊 他的加班啊 老实说 法令结架率可能那个 算的还少一点的啊 十字球是这样 算的还相当少一点的 有的是两倍 有的是啊 2.5倍 有的是三倍 这个我们不谈 我们谈的就是说 他陨落了30块钱每小时 人家 一个月干下来 如果就是不休的话 一个月或者说 31天修两天 31天修两天 一天干 10个小时 或者12个小时 小时工吧 一天360块钱 啊 乘以29 啊 那拿到这个钱 啊 近万啊 就1万多块钱吧 我们算一下 36乘以29 6 9 5 7 32 26 42 1044 啊 这边有个零啊 10440 而且这个都是不交税的 而且 我跟你讲 你们就不知道 黑中介那边就是 不交不显一金 都成为一种奖励了 不交不显一金 啊 他加感叹号了 我这里不交不显一金 感叹号 他实打实地拿到1万块钱的现金到手上 1万多的现金到手上去 他们他这个同工同仇 他这里同工同仇 明显是这个变了味的 变了味的 啊 这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虽然小时工 你这个31天就干29天 拿最后拿这么多钱 但是我这个钱 不一次给你 不一次性给你 我这个钱不一次性给 我先 好像是每月25号还是多少号的时候 先给你的是这个按照正式工的工价 正式工工价给的 给给你这一笔钱 要把这工资发了 然后 应该是正式工工价应该是10号或者15号 先把正式工的 就是下个月的10号或者15号 先把正式工的这个工资给发了 然后到25号的时候给你补差价 补差价是要让你多干10天 怕你跑 补的差价就是 比如说他这个 17块17块5毛钱 那可能六七千块钱 先把这一笔给你发了 你还有四五千块钱 四千块钱 再给他压在他那边 这种叫反费 实际上这个补差价实际上就是个反费 你要继续干 干他干到下个月的25号 他再把这个反费给你 让你满足你这个 让你满足 你这个价格 但是关键问题是 关键问题是很多 这个同工从头就变成这么一个幌子 这个同工从头就变成这么一种幌子 就是所谓的正式工 这个正式工的工价 比较低的嘛 相对比较低的 那么正式工的待遇和他们是不一样的 正式工又五千一斤 小时工和正式工一个关系 正式工的 但这个工价实际上是也是最后是没有兑现的 没有兑现的 最后是大面积的是违约的啊 这个工价大面积的违约的 小时工呢 他不想干三个月 就想干两个月就做了 第三个月 第三个月啊 他这个其实是返费 是拿不到的 是很难拿到的 是很难拿到的 那为什么要叫你一定要干嘛三个月呢 说明他的订单啊 订单真的是挤压在那边 挤压在那里 这个东西我们不说 我们我们这个东西啊 我们不多说 我们不多讲 我们就希望啊 就是说这些黑心劳务中介 黑心劳务中介啊 你在背后的这个 某个地缘派系的这么一个啊 资产阶级 背后这么一个资产阶级 他在亵渎啊 社会主义理想中的同工同筹四字 深重的亵渎这个同工同筹四个字 同工同筹四个字 同工同筹完全 这个同工同筹这个筹啊 不仅仅是工资啊 还是所有的待遇啊 所有的这个奖励性的待遇啊 他这个筹不仅不仅是工资 而是一整个报酬啊 一整个待遇 我们讲同工同筹更 取向于就是说啊 没有编制的 没有根脚的啊 劳动者或者说性别不一样的 民族不一样的啊 年龄不一样的啊 这个资历不一样的劳动者 他只要是干同样的工作的 就应当给予同样的报酬啊 我们追求的是这个同工同筹 他是同样的劳动量啊 最好你可以 这当然你就可以按劳动时间来算了 但是工种之间可以酌心有差异 到他这里这种同工同筹就变成是说 哎 你的工资我给你压一部分 我先给你发一部分 我先给你发的那部分就是说 按照政治工的那个同工同筹的那一部分 那是你的某种意义上讲 这是你的先拿到手的 直接可以拿到手的 你可以月节拿到手的啊 叫同工同筹 然后后面这些剩下来的这笔返费呢 啊 三四千块钱的这个返费 一定要等你继续再投入 再给我白嫖 十几二十天我才给你 我再给你啊 明白 最后大部分这些小事工啊 他就是说认为这具有欺骗性 也就是decisive啊 这具有欺骗性 而且他的工期是要到两月十几好吧 到要有三个月 那么因为中间要过年啊 中间要过年拿到这些钱要过年 很多人就想干两个月就就离开 但是很明显这个就完全就兑现不了这个承诺 完全就兑现不了这个承诺 而且啊 不仅仅说在这方面兑现啊 不了这个承诺 而且说在一个啊 劳动状况啊 健康的啊 人生健康安全的保障上面 都没有兑现这方面承诺 人生的这个行动自由上面 都没有兑现这一承诺 所以我说了 我呼吁这样的同工同头的宣传啊 他是侮辱社会主义啊 侮辱社会主义啊 侮辱社会主义啊 侮辱社会主义 是极具有流氓性啊 是把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口号歪曲成一种啊 压工资 压工资 呃欺骗性的啊 欺骗性的就忽悠人入场啊 忽悠人入场啊 他不是用高反费来欺骗 他是用高工价啊 我们这次看到 之前那个什么四座什么 他的高反费 高反费来欺骗 现在呢 他是给你把两篮子算到一块去 算成一个小施工工价 小施工工价啊 但是这个小施工工价 他实际上就是高反费的这个骗局了 变了个花样 换了个花样 他把两个人给算到一块去 啊 啊 啊 我们是认为就是说 啊 这样的啊 黑劳部中介 黑心劳部中介 我们认为啊 我们认为 如果说有公传主义的逆流的话 啊 如果有公传主义的逆流 公传主义的逆流啊 如果出现公传主义的那种逆流啊 Sindicate 他一定是长从这种黑心劳部中介的 这个啊 收买链条啊 利益分配链条里面长出来的 他一定是从这里面长出来的 这我可以打包票告诉你 如果有公传主义逆流那 第一批这种公传主义投机分子 他就是黑心劳部中介当中的人 他实际上是和自方穿一条裤子的 是用来欺骗和收买 就是就是用来欺骗和啊 啊 啊 收买 啊 收买这个 我不想你几 欺骗和收买的 我可以很明确告诉你 啊 他们歪曲扭曲这个同工同投的口号 从这个历史上位开端 上位他们作为公传主义登上历史舞台 他们已经开始开始扭曲了 我这里做一个证据 做一个保留 希望你们能看得见 希望你们能看得见 啊 特别是那些啊 一天到晚 口口声声讲小三权的 一体 口口声声讲小三权的 你这个小三权在何种意义上 到时候能够区分于这种黑心劳部中介 能够区分于和资产阶级勾兑的 啊 这种人贩子 奴隶贩子 奴隶奴隶骗子 啊 你们以小三权作为口号 啊 作为口号 你们在利益根基上 在你的这个经济模式组织模式上 你如何把你和这些黑心劳部中介区分开来 你说我是长自于自发性的长自于工人集团当中的 所以我不知道 黑心劳部中介当中的很多从业人也是从工人集团里面 工人工人阶级里面长出来的 鲁贝如何与他们有不同呢 所以说很多知识分子啊 很多知识分子 目前他上处于一个历史上的邦刊 在历史敏感度上是极低的 这些知识分子在历史敏感度上过低 过低 他依然在抱持着通过小三权这样的口号 这样的纲领 在所谓的指导引导运动 那实际上 这个屌东西 所谓集体一家机制 还有什么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我告诉你 他就是 他我说的这个东西是个两面派 两面片 两面片 you understand 他是个两面片 或者说 或者说相当于他负责给上面说大谎 负责给上面说大谎 但是这个大谎一定是要说破的 这个大谎必破 必须会破的一个大谎 黑中介说的一个大谎 但是一定会破的一个大谎 然后 这些小时工当中的投机分子 有一些投机性强的 有很多投机性强的 这些小时工 实际上他明知道是要骗 实际上是明知道是要骗 你知道吗 明知道这个黑中介是在骗自己 他也要去 因为去了之后有闹事的机会 去了之后就有闹事的油桶 一定会有闹事的油桶 出发的时候我们都说了 不可能的 30块钱一个小时 你妈的 15 16块钱 苏州那边17 18块钱 这明显去的这要闹阁大神 都知道肯定是骗的 但是骗可以闹闹的就有 我说了这个是两面骗 两面两面骗 所以我甚至说 我们要看到黑中介 黑中介啊 在一定程度上 他是属于上面的资产阶级的 他是个粘粘性的 一定程度上 他是属于上面资产阶级 另一定程度上 他也是属于下面的工人投机分子 工人投机分子 黑中介和工人投机分子 一旦能够报起团来 这样屡思不爽的去报起团来 他一定会走向公团主义 一定会走向公团主义啊 一定会走向公团主义啊 公团主义写在哪里啊 一定会走向公团主义 一定会成为一个 就是一个经济代理人 经济代理人 代理人 这个角色 就是一个劳动力价格的 劳动力价格的代理这个角色 其实他现在就扮演的 黑中介现在就扮演的 劳动力价格代理这么一个代理人 角色 但是这个黑中介目前还只有经济属性 他没有政治属性 他只具有经济属性 目前啊 直接就是属性 那所以这些投机分子 他越来越掌握一些政治口号 政治政治思想 政治政治话语 他们会迅速拥抱公团主义 然后和黑中介结合 成为一整个黑中介的上下骗的 他不仅仅说为资产人机骗下面 他也是为这些投机分子骗上面 骗上面什么呢 骗字 我不说上下 这个这个东西好像我认为他就是在上面 就他和这些啊 左左倾投机分子也是骗这些右倾投机分子 他就骗他们说他们是可骗的 其实他们是不可骗的 这这大神这些这些老投机老投机大神 他们是其实不会被骗的 啊 不会被骗的啊 他们其实知道这是里面有这个机会 有有投机的机会 有激进化的一个可能性啊 可以拿到更更更更更丰厚的一个收买的一个金钱 这个是不是我的观察 是我的亲身判断 这些人的底色我是明白的 他们和而且他们会主动拿了 我说了拿了八千拿了七千五的人 他们会主动散播啊 会主动向外散播 向外散播是为了让这些散播出去的 这些拿两天九就回来的 这些让他们当缓充电 当缓充 当缓充电 你说我在分化瓦解功能阶级的 我说我操 那你那你八千块钱拿 你拿八千拿七千五的 你跟人家拿两千九的云云呢 你们去你不是你们团结吗 你团结你去云云 你给我看看 你不是你们团结吗 我操 你没有这个小战阶级妄想金资 你没有这个金资性你们去云云 我没见你们云云的 我思求是假 我没见你们云云呢 要拿两千九的 两千九百八啊 两千九百六 好多拿了两千之后 那个九百六没有着落的 九百六在哪里 没有着落的 因为这九百六只拿到四百八的 你这个拿了八千五 拿了七千五 哎那云云 你妈这些鸟人云云啊 你不是他妈的 说我破坏工人阶级团结吗 你你的团结被我破坏 你自己云给我开 你有团结可言吗 啊 他这个主动的去散播八千七千五 这些消息的这些人呢 我们我们会看到啊 他实际上是 并且他们会主动散播说 说这里面八千到两千九 就把这三千块钱之间这个五千块钱 说是被谁给吞了 被谁给吃了 被谁给吞了 这些都是谣言 这钱根本不存在 或者说这个钱归根基底全是中介在掏 那么这个钱说是中介在掏 其实就是中介压的这些反费 中介压的这些工资 但是我我们就说这个中介啊 这些中介我不论他的身份是什么 这些中介不论其身份是什么 这句话是很要命的 不论其身份是什么 不论其在社会上的名义是什么 不论其身份在社会上的名义 他到底是什么名头 有的时候这些中介的名头 会非常匪夷所思的 那我就不说了 这个中介中介在这个严格意义上讲 你不要把它理解成是一个 就是一个企业单位或者什么样的 他有可能是个人 也有可能是腐化官僚 也有可能是被一些社会上的腐败力量 腐化力量所控制的一些机构 甚至是一些机关 这个中介我们我们在这里就讲了 不要理解仅仅理解成他就是一个劳务中介 劳务派遣 这个中介理解成是一切为资产阶级和这个无产阶级 就是你可以说的预备队了 实际上这些都是预备队 为这个无产阶级的预备队 产业预备队 做这个连结的工作的都是这个中介 他的名头不重要 是官是民是商是反贼是忠诚 这东西都不重要 他实质上起的一个作用就是中介 那我告诉你这样的中介他目前在快速的奔向共产主义化 这是我的判断 这个中介在快速的奔向共产主义 快速的奔向一种政治主义 经济话语已经兜不住了 这是我的判断 经济性的话语 经济性的这些把戏 骗局或者这些玩意儿已经兜不住了 玩穿了 后面只能 包括这一次过程当中也已经看了 他已经开始搞政治操作了 已经开始搞政治操作了 已经开始搞政治操作了 这里面这些中介的共产主义性 已经使得他把经济代理关系 已经转移成了某种政治关系 但是我说了这是一种资产阶级内斗性的一种政治关系 他就会说这个钱被谁拿走了 那些人都贪官污吏 或者这个钱被谁拿走那些中介都是黑心 网霸蛋黑心奸商 这个钱被谁拿走那些老板台湾老板都是 要掉路灯的资本家 他们开始搞这样的政治操作了 这是一个激进的共产主义 我们从历史的进步性上来讲 这个东西可以说是一个200年前的东西 200年前的东西 在大的工业集群 大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这个 溃疡面上 这东西出现不新鲜 不新鲜 但是我说了 这是一个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失守 瓦克斯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失守 会导致自发的自发的公传主义 自发的公传主义政治会重新出现 会重新出现 目前它只有一个苗头 非常微论苗头 很多你都以为这些人拿着钱就就离开了 就走了 历史没有这么简单的 八千和两千还是有巨大的差异的 我们在这看到历史 非常 非常大的 八千 versus 两千 你不要说我挑拨其内斗 裂系在这个落差当中产生 这是个落差 裂系在此落差中产生 我不要说得对 你 很多人就想我 我不要跑得过老虎 我只要跑得过同样被老虎追的人 那八千就是很明显的 跑得过同样被老虎追的人 这里面呢 这里面 所以我 目前对于这个局面的观察是略来悲观 略来悲观 或者说是 我觉得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 情况比那个简单的可收买性 比简单的可收买性 简单的可收买性啊 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可收买性 不是一个简单的可收买性 它是一个 它叫做 呃 用 用 消息 口号 啊 还有那个 阶级情感 啊 来收买一些电背的 啊 电背的来出卖 啊 这个操作的话已经自发性的被被掌握了 被学会了 啊 在这里我们看到恰恰是一种 团结的一个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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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就是 互 互 不隶属 啊 就暗自轻压的 暗自轻压的 暗自轻压的一种流口主义 啊 扣扣扣扣扣扣 扣 字形都忘了 啊 看这个哦 这写反了不好意思 流口主义 啊 这种流口主义目前 嗯 它它会 嗯 为什么我我告诉你这个流口主义 为什么现在会和这 这个 黑中介 这些流口主义为什么会和黑中介 啊 黑中介也会流流口起来了 黑中介也要流起来了 这个黑中介我们的尤其说这就是荷兰 尤其就是说那个 以这个 那那那边的那个 这个这个黑中介是2012年 15年左右涨起来的吧 15年左右涨起来的一批黑中介 这批黑中介到时候会一块啊 我叫做这批黑中介会和流口主义的 呃工团投机分子 呃 会一起 会一起 他们会抱到一起 抱到一起 因为现在目前看好像就是撤掉了 要撤掉了 机器都已经卖给这个 卖个四说还是仓说的卖掉了 机器已经卖掉了 卖个四说卖个仓说已经卖掉了 啊 我没有朋友还知道卖到哪个厂里面去了 就这个两个东西会抱到一块去 抱到一起去 抱到一起去 我说的下一出 下一出必然他们的名字 就是四个名字叫公团主义 下一出 就是说 就是这两个会合流 啊 这是个历史趋势 我的判断 这是个历史趋势 啊 这两个会合流 这这帮黑中介和下面这些 我不知道流口主义或者什么的投机主义的 啊 这群人的差异并不大 他们的差异小于 小于黑中介和那帮 就是水场前走的 或者说就是 那帮管理层的差异 小于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一个现象 我们我们讲的就是说 就是说 其实 这么一个关系啊 这个是姿 这是牢 中间这部分 其实是他中间的中介 这个中介呢 随着运动的这个态势会上下浮动 有的时候归属于姿 有的时候归属于牢 但是我觉得 如果这个牢方 本身还停留在一个流口主义 随时可收买 也随时就是把别人当兼备的去出卖 这么一种状况的话 那么这个中 就算这个中介按照一个历史的现状 他和这个牢方走的比较近 那他也会走向一个 呃 共产主义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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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会走向一个共产主义的状况 那么这种共产主义 有一些目光短浅的毛主义者 会认为 我操好东西 终于出来了 那是目光短浅 这是标准目光短浅 啊 这种目光短浅的人 还把自己叫做 叫远航 啊 这个东西我们 不要 我觉得 嗯 这个东西的出现 我判断它会出来 我判断啊 我判断它会出来 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们要做好准备 要做好准备 啊 我的判断就是 共产主义 嗯 是一种反动 共产主义会做一种反动登场 是非常糟糕 这非常 这是个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 这 very it will be really terrible 啊 it will be really terrible 啊 我们的 呃 列宁主义的主要斗争 这个和清不清建制是两码事 这和清不清建制是两码事 我们睁开眼睛看 我们去观察吧 我们去观察这个 即将登上历史舞台 是共产主义 它将如何去 发出他的臣府的音而啼哭 我们拭目以待吧 好吧 那就讲到这里啊 讲到这里 好看